玉龙 求求你 把海宁给我吧 周雨楼打开电脑 登陆QQ 她发现自己那三个好友 今天晚上只有楚楚在 秦韵 芳音和海柔都不在线上 我们不知道秦韵 芳音在忙什么 但海柔我们是知道的 廖总王 我是你喜欢的女孩吗 她就是白小溪 一个就一个 周雨楼决定顺其自然 只在线上和楚楚告别 至于另外的两位好朋友 就算是不辞而别吧 说起来真像是老天有意的安排 在三位网友里面 周雨楼和楚楚的感情是最深的 当周雨楼把告别的原因和决定 打进对话框的时候 楚楚非常的惊讶 瞬间之后她就甩过来了一串长长的问号 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楚楚才开始反复的追问周雨楼 能不能放弃这个决定 留下来 因为和网友聊天 这件事本质上并不和你的婚姻冲突啊 周雨楼完全能感觉到对面那个女人的震颤 凭着一年多的交谈 周雨楼了解楚楚的个性 那应该是一个文静的女人 孤独 伤感 而脆弱 周雨楼尽量不去伤害楚楚的感情 但她仍然态度决绝 她试图让楚楚明白 在自己单身的日子里 大家怎么聊都没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丈夫 那肯定会分散对于家庭的注意力 精神出轨也是对妻子的不忠 再说自己的确打算用一种全新的状态 迎接婚姻生活 所以就必然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最后周雨楼很动情地打出了一段话 感谢你这一年多来带给我的快乐时光 这段日子和楚楚这个名字 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也许我们不再有机会交谈 但我相信 我们一定都会在心里 默默地为对方祝福和祈祷 同在茫茫人生路 知道这世界的一个角落里 有个人在真心挂念自己 这种感动 比上帝的关怀更温暖 保重 屋里顿时变得非常的安静 太静了 不舒服 他又探身把音箱打开 周雨楼的面颊有些热 他忍着没让泪水流出来 他知道刚才本该在保重的后面 直接打上 再见 然后关掉QQ 永不打开 可是他实在不忍 但是不能再犹豫了 既然做了决定 就不能拖泥带水 那不是周雨楼的风格 于是周雨楼又把手放在了键盘上 在刚才的那段时间里 楚楚没有任何的反应 周雨楼判断 对面的女人肯定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因为这个消息 对于他来说实在太过突然 就在昨天 自己还和楚楚 倾心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根本不曾透露趣意 别想那么多了 天下本就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么想着周雨楼手指轻动 然后他刚要打出再见两个字 忽然看见楚楚发言了 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吗 周雨楼愣了一下 他刚要打出说吧 就看见楚楚又飞快地发过了一行字 你这个傻瓜 瓜字的后面是一串长长的探号 周雨楼笑了 你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能见一面吗 这句话 让周雨楼的心中一震 这一年多来 周雨楼和楚楚 神交莫逆 但是双方都没有提出过更进一步的要求 有几次 周雨楼真的差点按捺不住冲动 想要提出和他见上一面 但最后都忍住了 周雨楼猜想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楚楚的心中 也一定曾掀起过波澜 但他们两个人 仿佛心照不宣似的 都保持住了最后的矜持 但是就在今天晚上 此刻临别的刹那 楚楚终于开口了 周雨楼有些懵 这是一个新情况 是他做决定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的 但老实讲 这又的确不新鲜 因为就连周雨楼自己 都曾经多次地幻想过 和楚楚见面时的场面 他长得什么样 他的声音 好听吗 也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 周雨楼总是对声音 格外地在乎 这个时候 正当周雨楼因为楚楚 见一面地提议 而无措地震惊着 他看见对话框里 又出现了一段楚楚的文字 请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打扰 你的新婚生活 我不想做你 偷偷摸摸的情人 我只想和你见一面 在你结婚之前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在生活中没什么朋友 也许把我认识的所有人 加起来 我跟他们说的话 都不如对你说得多 既然以后我们不再接触 那我也想对自己的 这段日子有一个交代 可以吗 我们只见一面 有那么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他们两个人 谁都没有说话 播放器里现在想着的歌曲是 寂静之声 那就像是此刻的住脚 又像是对周雨楼 此刻心虚的反讽 终于 当这首歌曲结束的时候 周雨楼 打出了两个字 好吧 很快 对话框里 闪出了一个关键的问句 可以留下电话吗 忘了告诉你 周雨楼给自己起的 是一个略带山杆色彩的网名 夜落门空 他一直用这个名字 从未改过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 只是一次选择 时空 看你 看你 看我 看你 看我 看你 看我